大家好 蔡律师 我们在新闻名律师事务所 我们这个视频的题目是 美国大学名校学生都青睐哪些专业 那我自己有两个孩子 一个今年大学毕业 另一个今年高中毕业升学到大学 所以我平常在这方面也还是比较关注 我们也访问了若干的大学校园 听了这个大学的介绍 另外我们律所的客户 也有很多人办理美国的身份 他是为了家人孩子 比如说孩子目前在上中学小学 或者在上大学 那么他也要考虑孩子将来的就业生活发展等等 所以我们在这里来讨论一下 那我们知道美国的一些知名的大学 他这个里面当然有相当一部分数量的学生 是来自所谓美国的top1%的 这样的收入和资产的家庭 那对于这些人来说 有的时候相应的工作就没有那么重要 那么要么他不太在乎收入 要么比如说有家里的关系 可以给帮助安排 但另一方面 美国大学包括这很多名校 他也注重 比如说从diversity等等角度 他也招收很多 相当数量至少百分之十几 就是说所谓第一代大学生 父母没有上过大学的人 比其他的更多的中产阶级 工薪阶层等等 对于美国大学来说 学生毕业以后的去向 这也是相当重要的 学生们也很关心 对于申请大学 被录取以后的选择等等 他都会考虑到 那么这些学校的学生 主要去的是哪些专业呢 根据我们的了解 包括学校的介绍 网上的信息 耳闻目睹的这些情况 我们看到一般集中在下列的一些高薪专业 包括有金融行业 有咨询业务 计算机IT类 然后有广义的 像这样的技术方面 也有这个工程等等 但是相应来说 学hard science 以及一些有的像这样 数理用的比较多的工程的 对于美国大学的名校 学生相对少一些 这些都是理工科的 然后其他的呢 对于文科的呢 比如说也有读这个法律专业的 除此以外呢 理工科 文科以外呢 还有就是读这个医学专业 那么最近这一两年 因为AI得到更多的应用 传统上呢 比如说计算机专业 因为学的人很多 现在一定程度上 功过于求 就是要找工作 比以前难 这方面的问题 那相应的呢 比如说现在据我们看到 想要学医学院的人呢 可能比以前有稍微多了一些 那总体来说呢 学的人数比较多 去向比较热门 这样的一些高薪专业呢 主要就是上面提到的这些 总体来说呢 那当然这个理工科毕业生 比文科毕业生的就业的机会多一些 然后呢 平均薪资也要高一些 那我自己呢 是原来是学理科的 当然对文科的很多东西啊 还是很感兴趣 对吧 比如说文学啊 历史啊 哲学啊 等等这些 但是坦率的说呢 那这个社会呢 比较现实啊 有的一些专业呢 那对于个人的发展成长 爱好啊 就比如说很重要 但是呢 如果不直接 给其他人创造价值 有的时候就业机会 就会少一些啊 那总体美国有很多好的大学啊 选择 很多学校都可以有很好的出路 尤其是呢 很多大学 尤其是私立学校 入学的时候呢 可以不用选定专业 可以等到大学第二年的时候啊 再根据自己选课的经验 对自己的了解 想法 以及周围的见闻 到那个时候再选择 所以有更多的灵活性 而且也可以选择不止一个专业 现在也有很多中国的学生啊 他这个在美国读 从中国来到美国啊 读这个私立的中学 或者呢 在中国读国际学校 然后办理美国的大学 这个申请 这样的人数越来越多 但是呢 如果家里在同时 能够帮助他们解决 美国的身份问题 对于他们在美国的事业发展 可以有更多的帮助 我们这个视频呢 讲到的是 美国名校大学生 都青睐哪些专业啊 有更多的具体问题 可以联系我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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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